大貨車並排鄰停在車道上 一輛小貨車通過路口加速前進 不小心擦撞大貨車的車尾 車身出現明顯晃動 小貨車司機發現右側車門不見了 趕緊停在路邊 附近民眾前往查看 發現小貨車的右車門不但被扯了下來 還卡在大貨車後車斗的升降板 事故現場還看得到小貨車被擦撞掉落的碎片 這起驚險車禍發生在20號下午3點多 台中市大理區國光路下著大雨 一次視線不好 兩車發生擦撞 那時候就突然下了大雨 前面就剛好停一台小貨車就發現 那車門就不見了 大貨車身降抖的邊角明顯凹損變形 警方調查 當時大貨車王姓司機要卸貨加劇 因為並排鄰停才會發生這起車禍事故 大貨車司機的腳被碎玻璃割傷 沒有大礙 但並排違規被警方開罰2400元 貨車車斗升到最頂的位置 大概是到我們腰部到腹部的位置 如果人車不注意的話 擦撞很容易發生受傷的意外 要怎麼兼顧卸貨的安全 讓貨車司機來告訴你 車輛停好之後 同時按下雙黃燈 到車輛後方拿取三角錐 至車後安置 這樣是比較安全 開啟雙黃燈再擺設交通錐 雙重警示做確保避免追撞 簡單幾個動作 讓用路人可以看得更清楚 華視新聞經過張機君 台車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